昏暗的车库内 20岁小伙竟然抢吻了40岁的女人 让小伙没想到的是 女人并没有拒绝她 可能是第一次接吻没有经验 一口气吻了3.68秒后有点喘不过气 但这样的举动让40岁的阿姨情难自控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男人就对这个老师产生了情愫 而此时女人并没有在意这个小伙 没想到男人第一天弹奏钢琴 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仅凭一人就弹奏出了双人合作的效果 男人随心所欲的风格 已经悄悄拨动了女人的心弦 随后女人要求和她一起弹奏 随着曲子进入到高潮部分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此刻得到了升华 直到演奏结束后 女人的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复 躁动的心让她意犹未尽 另一边的男人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一口气跑了50公里 善仔原本还是个送快递的穷小伙 这天善仔来到一个音乐学院送快递 看到墙上挂着从小仰慕的艺术家 不禁停下脚步多看两眼 这时她突然被一段情深吸引 里面是两个学员正在排练 善仔一直等到其他人离开后 她手仰的看着那架钢琴 这时将教授在化妆间也听到了琴声 以为是自己的学生在排练 还在感叹培养十年的学生终于有进步了 这时学生突然走了进来 而此时琴声还在继续 教授这才意识到是别人动了钢琴 连忙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另一边的善仔已经跑到厕所躲了起来 因为他擅自动用已经调试好的钢琴 引来了学院保安的围堵 这边的教授也迫切想找到那个人 电话那头的保安室告诉他 弹奏钢琴的人是个快递小哥 善仔听到外面的通话背下的瑟瑟发抖 慌乱之下手机还不小心掉了出去 教授看到里面的人迟迟不出来捡手机 于是好奇地走上前查看 却也看到了手机送快递的信息 善仔知道躲在里面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机制把工作服外套反穿 随后装作若无其事走了出去 没想到教授就在外面等着他 善仔本以为对方肯定不会放过他 没想到在保安进来搜查时 教授竟然主动帮他解围 最后还让善仔换上他的衣服 亲自送他出去 教授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是一个爱财心切的人 回家后开心地告诉老婆惠元 他昨天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苗子 并邀请了他明天来家里做客 让老婆帮忙看谈是不是真的才子 另一天 两人第一次见面并没有过多交谈 惠元直接把他带到了钢琴室 让善仔再弹一遍那天弹的曲目 伴随着钢琴声不断的响起 惠元的心也随之微微颤动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 这种随心所欲的风格 正当他还在沉浸其中时 善仔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善仔并没有见过这个曲子的乐谱 他刚刚弹奏的部分 仅仅是因为当时看了两眼学会的 最后惠元拿来了完整版的乐谱 两人来了一手双人合奏 一架钢琴 让两人产生了精神上的契合 惠元开始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男人 临走时 惠元念了连他志气未哭的脸 表示这是对他的特辑奖励 小鹿乱撞的心让惠元整夜失眠 爱情的火明爱就此产生了 这个二十岁的小伙突然难有力爆棚 一怕爆起他的老师就直奔卫生间 小伙疯狂地举动 让这个凝过四十的女人感受到久违的心动 就在刚刚 惠元带着江教授第一次拜访他的家里 看着房间内杂乱不堪的环境 教授不禁惋惜道 这简直就是埋没了人才 说完惠元刚坐到善仔的床上 就被床边摆放的老鼠贴粘住了脚 一听到有老鼠 刚刚还冠冕堂皇的教授 连忙说要去外面等他们 因为他最害怕老鼠了 这也给两人制造了独处的机会 看着女神脚上粘的老鼠贴 圣仔着急地无从下手 最后握住了他的脚 几番拉扯后终于拽了下来 伴随着会员发出的尖叫声 教授在门外探头询问是否需要报警 圣仔让他赶紧把门关上 不然老鼠会跑进来 教授一听更害怕了 吓得他甚至要跑去车上等 随后圣仔没有征求会员的同意 一把抱起他往卫生间跑去 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 让会员感受到了久违的心跳加速 圣仔正准备帮他洗脚 这时圣仔的好友突然来到家里 他连忙把他们赶了出去 之后还特意擦了一下自己的手 小心翼翼地把会员的鞋子摆好 转身看着女神的脚 躁动了荷尔蒙让他心跳加速 此时圣仔紧张的话都说不清楚 也可能是味道太冻了吧 之后圣仔收拾好会员的衣服 并以教授还在等为由 让会员先回去 表示下次自己会去登门拜访 这时妈妈也出来责怪圣仔 没有好好招待两人 女友多美更是神猛 直接抱上去表示要现场给她生猴子 圣仔被吓得赶紧跑上楼 晚上圣仔和网友正诉说的心声 说她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女人 就连她的脚都是那么迷人 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个陪她聊天的网友正是会员 会员听后不自觉地看向自己的脚 顺便还照了一下镜子 睡觉时 会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于是大半夜突起了指甲油 对着镜子反复欣赏着自己的脚 此时的会员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渐渐陷入了这个布伦的爱河 这天圣仔来到钢琴室准备训练 发现会员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圣仔看着要掉落的高跟鞋 想去帮她脱掉去又怕太冒失 于是就开始了反复试探 而她刚刚的猥琐动作 都被保安室内看得一清二楚 以为圣仔在准备固谋不轨 立马打电话叫醒了会员 并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事 这也让会员顿时有点尴尬 连忙解释她是自己的学生 随后又问圣仔你做了什么奇怪的事吗 这里可是有监控看着的 可能是刚刚的事让她有点慌乱 练习时 圣仔弹奏的拍子不断出错 而且坐姿也开始出现不断震 圣仔虽然是个钢琴奇才 但学来的都是一些野路子 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 这时江教授也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爱图正在练习坐姿 脸上路出了笑意很是欣慰 回家后的圣仔却有点别屈 觉得刚刚在女神面前特别丢脸 因为圣仔明天上午要比赛 妈妈特意提前煮好圣仔明天的早餐 面对妈妈欢心的主妇 心情不好的圣仔又把气撒在妈妈身上 另一天考场正在给学员点名时 圣仔突然缺席并没到场 会员打电话也一直联系不上 直到考试结束时还是没有出现 导致她比赛资格被取消 不知情的会员直接找到她家里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门也被反锁 原来妈妈担心扇载手冷影响发挥 大星早就去给她买暖守护 又怕耽误了儿子的考试时间 匆忙过马路时导致出现了车祸 此时的扇载充满了无助和自责 之后她卖掉了视如珍宝的钢琴 她认为是自己的钢琴梦害死了妈妈 为了得到心灵上的宽恕 她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 去到了另一个城市打的小工 则知消息后的会员虽然也很同情 但也不想放弃百年一遇的钢琴奇才 于是隔天给扇载借过去一本书 是讲述一位钢琴艺术家伟大的一生 会员在里面标注了一些话 借用里面的句子向扇载表达她说的想法 认为扇载是她最出色的弟子 让她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扇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连夜开车赶回去 去见那个让她心动的女人 晚上会员刚回到家 发现扇载此时已经站在门口 而她本来是想彻底断绝两人的关系 无所坚定地告诉会员 让她以后不要再见那种东西了 表示自己现在过得挺好的 可悦人无数的老实 怎么会看不出她的脆弱 心疼地去抚摸扇载志气未脱的脸 这让年少的扇载怎能把持得住 内心的荷尔蒙突然爆棚 忍不住一把抱住了会员 于是她把车窟大门关了起来 最后鬼鬼祟祟地把扇载带到了家里 至于要干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会员让她待在房间里等一下 接着来到厨房洗一下手 这时保姆出来叫了她的名字 精神紧绷的会员 被不自觉地吓了一跳 保姆告诉会员 教授晚上没有去参加聚餐 可能马上就会回来了 不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她的计划 清醒后的会员匆忙来到房间 在门口平复一下情绪后推开了门 随后假装是一类样问扇仔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应该不会让你这么晚还在这里吧 此时扇仔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最后还把扇仔赶了出去 会员也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太自私 另一天又去主动联系扇仔 此时的扇仔也很是郁闷 看到消息后直接把手机丢到一边 想玩御情故纵谁还不会呢 这时 清醒本来就烦躁的扇仔 听到楼上辅导般的钢琴声 因为太难听再也忍受不了 一气之下冲进了教室内 对着他们就是一顿呵斥 你如果还是人 总要有点进步吧 每天都谈这一手还谈得这么懒 甚至详情要人家按自己说的再谈一次 大家都以为他是个疯子 赶忙让同事快点报警 最后甚在被赶来的警察带走 受害人提出和解情需要赔偿700万 面对高额的赔偿 甚在只好乖乖蹲牢 很快会员也得知消息来到警局 以他的人脉很容易就能把人带出来 但是会员却不方便亲自出面 于是另一天 他故意安排人让教授听到这件事 知道教授是个爱财心切的人 得知爱徒被抓后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当对方得知那人是西韩大学教授的弟子 一刻也不敢怠慢 立马要求和解 那可是象征地位和权势的学府 扇财顺利被放了出来 看着爱徒又回到了身边 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 之后还直接把扇财带到了家里 为了方便爱徒训练 让他在这里住下来 此时的教授还不知道 这无疑是在隐狼入室 这么残忍的惩罚里承受得住吗 小伙因为没有好好恋情 遭到老师的严厉警告 说完准备离开 扇仔委屈地上去抱住了会员 让他再给一次机会 表示这次一定会好好弹奏 经过一番训斥之后 扇仔终于开始认真了起来 两人还欢快地来了一首双人合奏 就这样用钢琴互相传达着爱意 一场酣畅淋漓地合作后 让他们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楼上的教授突然醒了过来 但他只是口渴起来喝水 听到楼下挨毒大半夜还在练琴 领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扇仔一遍又一遍弹奏的钢琴 即使会员已经睡去了 他也能听到扇仔的钢琴声 另一天两人准备去上班时 教授为了防止爱徒再次逃跑 特意让保姆把他的鞋子藏起来 还嘱咐阿姨不要让其他人进来 最后才安心地出了门 因为要参加接下来的面试 下班后教授带他去挑选合适的媳妇 回家路上 教授开始在旁边抱怨 他感觉自己的爱徒似乎对会员更加友好 只会在他面前有笑容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活了 会员听后心虚地打圆场 女生总归是亲和度好一点 这也很正常 教授有点失落 看来自己得加强建立两人师徒关系才行 随后会员说要去和闺蜜逛街 让教授把自己在前面放下就好 画面一转 会员竟然来到扇仔家楼下 在上楼时楼梯也没有灯光 扇仔打着灯小心翼搀扶着会员 因为自己的家很破旧 扇仔不断擦拭家里的地板 这样可以给老师腾出一块镜头 看到扇仔慌乱的样子 会员心里有些许的感动 两人就这样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他希望扇仔能够先树立自己远大的梦想 因为他不比任何人差 甚至比音乐学院所谓的天才 更加具有天赋 这时扇仔让老师听一下他以前弹奏的曲子 两人也没有过多的语言 就这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 最后还把这首曲子定在考试用的曲目 可能是太开心了吧 会员主动要求和他抱一下 之后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第二天大清早 扇仔从家里开始跑步 会员就在窗户前偷偷地看着他 之后会员还送给他一架钢琴 那是扇仔当时迫不得已卖掉的旧情 现在又给他重新买了回来 特意保留了破旧的外壳 但是全部换上了高档的零部件 原来会员也在注视着他的一切 别看会员平时在艺术中心指高气昂的 但是对于他所在的财阀家族而言 自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蚂蚁 只要一句话没说好 就会遭到豪门太太的毒打 而他似乎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深夜会员把车开到扇仔家楼下 或许只有这里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 扇仔接到会员的电话后迅速跑了下来 他让扇仔带自己去兜风 没有目的地随便去哪里都行 因为他现在只想安静地在边上睡一觉 除睡的会员无意间撩开了头发 扇仔看到了他额头上的伤口 看着心中的女神被人欺负 心里充满了愤怒与无助 但他现在却什么都做不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在一家便宜店门口停了下来 扇仔打开手机查看账户 发现自己的全部家当仅剩17万 但是为了能让会员安静地休息一晚 他还是跑去附近的小旅馆开了最贵的房 老板热情地介绍里面的工具 这里有漩涡式浴缸 可以随意切换的氛围灯 还有一把红色的椅子 这些都可以随便使用 扇仔听后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正当他满心欢喜地跑回去时 却发现会员的车子竟然不见了 这个40岁的女人车速现场有多可怕 听到会员说的这些风言促语 扇仔总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昨天晚上会员去过他家里 但当时他刚好碰到扇仔和发小一起下楼 两人还抱在一起有说有笑 会员在车上下意识地躲了起来 看着他们就像小情侣一样在吃着路变摊 会员就迟迟地坐在车内发呆 正当他还沉浸刚刚的画面时 小区保安突然出现并提醒他 不要在这里停车 还在临走时叫了他一声阿姨 听到阿姨两个字 会员不知觉地红了眼眶 只恨自己真的不值天高地厚 40岁的年纪 还妄想他练20岁男孩的青春 自己又拿什么和20岁的女孩相提并论 第二天扇仔来练情时 所以才出现了开头阴阳怪气的一幕 虽然这些都只是误会 但扇仔此时却很高兴 因为这也证明了会员是在乎他的 扇仔解释他只是青梅竹马的发小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安慰 会员躁动的心慢慢平复了下来 这天扇仔像网团一样来到会员练情 刚开始还一切正常 直到两人一起合奏时 会员突如其来的脾气 让扇仔有点猝不及防 随后会员让他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扇仔此时也很纳闷 明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而且刚刚还是他自己谈错的 为什么还要故意对我发火 晚上扇仔准备回家时 发现外套丢在了钢琴室 因为没有钥匙开门就给会员打了电话 没想到会员却说他已经在你的家里了 扇仔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看着女人味十足的会员正坐在床上 直闷的小奶狗哪还见过这种场景 只好露出一言猥琐的笑脸眼时尴尬 此时的会员特意换上了扇仔的衣服 像是做好了某种准备 两人喝着小酒缓解气氛一点打情骂俏 但终究还是逃不过男人的一顿鼓打 一番风雨后的早上 天还没亮会员就准备离开 这里是他的避风港 但还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 这天会员正在汇报扇仔的学习情况 因为马上要迎来扇仔国际上的首秀 夫人为了改变扇仔的形象 突然提起想给他割双眼皮 会员却表现得十分紧张 连忙劝阻夫人的提议 他认为扇仔的眼睛已经很漂亮了 而且那也是亚洲人的魅力不是吗 此时副驾驶的助理察觉到了不对 因为他从没看到会员如此紧张 夫人自然也察觉到了一场 没有捅破指示会心一笑 两人再次见面时 不再像以前那样拘谨 更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一样放松 为了怕受到他人的影响 扇仔特意跑去保安室关掉摄像头 两人就在钢琴室内肆意地打闹 这晚扇仔因为太想念会员 骑着电停车来到会员家门口 说他只是单纯地想带他去兜风 会员像个小女人一样紧紧地抱住扇仔 穿梭在繁华的街道 可天底下哪有那么老实的男人 说好的兜风 却把会员带回了家里 年轻人果然还是精力旺盛 又是一阵激烈缠绵后 两人因为在天台上唱谈的理想 虽然这是一段不被世人认可的爱情 但两个爱到极致的人在一起时 已经可以不再顾忌世俗的眼光 这天扇仔正迎来了他的音乐会首秀 会员也站在后台戴着耳机 默默欣赏着扇仔的第一次分排 扇仔不负众望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表达对会员的爱意 完美的表演赢得了现场所有观众的掌声 音乐会顺利结束后 扇仔并没有去参加庆功宴 而是在四处召军会员的身影 因为他想第一时间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会员 两个人窝在办公室相互牵着手 一起欣赏着扇仔刚才的演奏录像 等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 他带着会员悄悄地来到了演播厅 告诉他这个位置 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会员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的第一眼对会员产生了情绪 两个人情到深处正在情意绵绵的时候 教授也找到了这里 他知道会员就在这里的某个角落 他大声呼喊着会员的名字让他回去 因为这次财阀本家出了大事 果然没有哪一个财阀金的筑查 扇仔因为不放心也在后面跟了过来 看着会员大半夜对着车子鞠躬送行 还有一群穿着西装的人 他根本不了解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种场面扇仔也从没有见过 此时他的内心只有害怕和不安 之后会员一直忙着处理财阀本家的事 再没有来过学院教扇载练情 这群深夜因为太想念会员给他发去短信 刚一见面扇仔就吻了上去 两人坐在一处烂尾楼安静的聊天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回去后扇仔用钢琴倾诉地对会员的想念 脑海中不断想起和会员一起练情的日子 白天也是一个人吃着饭 另一边的会员也在饱数着煎熬 即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警察员那边一直盯得很紧 会员则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因为他是负责财阀公司的企划师长 对于财阀而言 他只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推出去的棋子 但是这些他都觉得不重要 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就是很想念扇仔 晚上扇仔像网传一样来到楼下餐厅吃饭 这时老板娘告诉他店里刚来了一位客人 扇仔顺着目光看去 看到会员一个人坐在角落吃饭 此时扇仔的心情很复杂 但更多的还是心疼 最后扇仔毫不犹豫地坐了过去 拿着碗筷就开始吃了起来 他什么都没有问 因为知道会员现在很累 但扇仔却什么也帮不了 就只能这样默默地陪着他吃饭 吃完饭他们一起坐着末班车 来到一间深山里的民宿 扇仔贴心地给他铺好被子 还给他带了一套自己的睡衣 两个人坐在床头安静地听着音乐 早上他们一起去吃着早餐 然后回到民宿坐在一起亲着手聊聊天 虽然很频繁 但这些对于会员来说都是奢侈 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入狱 会员很珍惜在这里的每分每秒 很快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 同时会员也举报了财阀本家所有人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关进去的准备 他会接受审判后的任何结果 另一天 扇仔来到看守所看望会员 他马上就察觉到会员的头发被剪的乱七八糟 会员却调侃着说 为了建议我还特意去美容院弄了一下 扇仔没有说话瞬间沉默了 因为监狱和外面是一样的弱肉强食 随后扇仔开心地告诉会员 他成功晋级全国钢琴总决赛了 而且他保证自己一定会拿回奖金 告诉他自己会等到你出来的那一天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远走高飞 探望结束后 扇仔回到家收拾好行李 准备奔向自己的屋台 相信不用太久的时间 这个房子马上会迎来两个新的主人 那就是他和会员 另一边的会员则是安静地等待 等待那个二十岁少年变得强大后 来接他回家